我们先把这个关掉 关掉之后呢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吧 在这叫做lib lib就是酷的意思 library酷 在这里面呢 我们建个文件夹叫express 然后在这里面新建个文件 叫like likeexpress.js 就是我们做一个类似于 express的一个中间线机制的一个文件 好 这儿呢我们首先要引入一个什么 引入一个attp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先定一个slice的函数 这个slice的函数呢 就用every.prototype.slice 就是那个数组里面的slice函数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等会会用的 先定义在这儿 好定习完之后呢 我们要建立一个class likeexpress 定个class 定完class之后呢 就是这个class我们后面 我们要加那些 我们需要用到的一些 比如说use get post 什么listen这些参数 然后通过class来出发一个实例 对吧 然后最后呢 我们就可以输出一个什么呢 module.expos 输出一个函数 输出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这个函数呢 我们return一个new.likeexpress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函数就类似于一个工厂函数 是一个工厂函数 它会产生一个新的对象 然后返回出去 至于这个什么 什么叫工厂函数呢 它是一个设计模式的一部分 这个设计模式呢 我在目课网也有另外一个课 就叫GS设计模式的讲解与应用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这儿我们就不再相续说了 因为内容很多 OK那我们就开始看这个likeexpress 这个class到底该怎么写 第一个我们要写一个constructor 就是过渡函数 对吧 然后这里面呢 就要存放中间键的列表 然后我们可以这么写 this.root root复制成什么呢 复制成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有out 然后有get 然后有post 其实根据这个意思来看 就是get里面应该是存放这个 打开这个 对照着看 所有通过这个app.gates来注册的中间键 对吧 然后这个post呢 应该就是存放所有通过app.post 注册的中间键 然后这个out呢 就存放所有通过app.use注册的中间键 好 这个写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定义这个use函数 use函数 以及什么呢 以及get函数 以及什么呢 以及post函数 好 定义完这三个函数之后呢 其实这个app.use.gates.app.post就已经有了招楼了 对吧 最后呢我们肯定还要定义一个listen的一个函数 因为最后还有一个这个app.listen嘛 对吧 我们还要定义这个函数 好 那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 use-get-post该怎么去用 首先这个use-get-post 它其实基本上都是一回事 就是它都会去 不管是输入一个中间键 还是说输入一个 一个路由再输入中间键 它都是一个注册中间键的方式 所以说我们在上面有必要给它抽离一层 叫register的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就是 这三个函数通用的一个注册中间键的一个方法 这三个函数就类似于是 我们的表层的一个输出的一个方法 register就是我们内部要实现的一个方法 register里面我们获取第一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后面的参数呢 我们通过那个agrements来获取就可以 我们获取第一个参数这个pass是什么 pass我们看一下这里面 无论是get还是use还是post 它第一个参数我们分析一下 就有时候它第一个参数是 直接是一个中间键的一个函数对吧 有时候第一个参数是一个路由的一个地址对吧 就是分两种情况 所以说我们分开分开之前 我们先定一个infor这个东西 后面会有用 然后if typeofpass等于strain 然后else什么 typeofpass等于strain是对应什么情况呢 对应这个就是不管是appureuse还是appureget 还是appurepost 对应我们这个有第一个参数是这个自我创造是路由的情况 对吧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把infor.pass复制成pass infor就是当前的这个注册信息嘛 然后把它的pass复制成pass 然后如果不是呢 如果第一个参数不是strain呢 不是strain呢 我们这个路由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路由就定义成什么 infor.pass复制成一个根部路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吧 就是说它这个处理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有些情况 比如说我们这个情况 这个u子第一个参数 直接是个中间键的一个函数对吧 它第一个参数不是一个路由 那我们就可以认为什么 我们就可以认为第一个参数是一个根路由 这个没有问题对吧 根路由嘛 根路由都会命中所有的路由 它都会执行的 所以说我们这么写 和这么写是完全一样的 对吧 就是第一个参数 如果我们这儿是不要求 第一个参数必须有 如果要求必须有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写个根路由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没有就默认它是根路由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是它如果是第一个参数 不是strain类型的 我们就给它把pass 默认为是个根路由对吧 好 那再看如果第一个参数是路由的话 那怎么办呢 然后我们就定一个infor the stack 这个stack是什么呢 这个stack就是当前注册信息的 这个所有的中间件的信息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size.call arguments 然后1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register可以传出好多参数 对吧 这个pass是第一个参数 如果pass是自无串的话 如果pass是自无串的话 证明这个pass传的是路由 然后我们就需要干嘛呢 比如这个 我们就需要把第二个参数取出来 对吧 如果它 像这种情况 它传了两个中间件的话 我们就需要把第三个参数取出来 对吧 所以通过这个 slash.call arguments 从第一个开始 也就是说从数字的第二个元素开始 我们就取出它所有的 后面的这个参数 然后把它这个slash.call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数字形式 放在这里面 也就是这个stack 最终是一个什么 最终是一个数组 就是从第二个参数开始转换为数组 存入 存入stack 好 然后接着看 如果这个第一个参数不是strain类型的 我们这儿默认把它这个pass上到根目录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从什么 当然就需要从第一个参数开始 对吧 我们就要从第一个参数开始 转换为数组 然后存入stack 这个地方就是个0对吧 比如说像这种情况 像这种情况 它第一个参数直接是一个中间的函数 那我们就从第一个参数开始 但是它后面可能还会有 比如说AA中间键 后面还有BUE中间键 如果这样的话是三个参数对吧 就我们从第一个开始就把它变成stack的那种 好这样的话 我们最后去return这个info就好了 大家看 redist这个东西呢 就是分析我的第一个参数是不是路由 如果不是路由呢 我们就把当心的路由认为是这个路由 如果不是呢 我们就默认它是根路由 然后根据是不是路由的情况 把后面的参数全部变成数组存入这个stack里面 然后最后返回info 这个info呢就有两个信息 对吧 第一个信息是pass 第二个信息是stack pass就对应当心的路由 stack呢就对应的 除了路由之外的 本次注册的所有的中间键 好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写这个useget的post 我看use怎么写 首先我们use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个list.register这个 然后list.register就是刚才定义的这个函数 然后把这个传入use的所有的参数都给它 就是把传入use的所有的参数都给它放在reditter里面去 大家看传入use的所有的参数 use可能会直接传入一个中间键的函数 use也可能会先传入一个API这个路由 然后再传入中间键的函数 它也还可能是像这个login check这个方式一样 先传入一个路由 然后再传入第一个中间键 然后再传入第二个中间键 然后再传入第三个中间键 这种情况对吧 好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写 就是list.register.apply this.arguments 就是我们通过apply 去把arguments就是当前函数所有的参数对吧 然后通过这个方式去把当前函数所有的参数 就都全部传入这个reditter中 然后去执行这个reditter函数 并最终返回这个infor 返回infor之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list.ruth.out.post 把infor给放进去 list.ruth是什么 list.ruth是这个地方定义的对吧 out是一个数组对吧 out是一个数组就存放这个 用右次函数来注册所有的中间键 所以说我们把当前这个传入这里面来 get的话 其实和这个套路是一样的 get只不过是我们拷贝一下 第一行是一样的 第二行只不过是我们把这个list.ruth.get 就是把当前的信息放到这个速度里面 我们看一下 就放到这个速度里面去 然后这个post也是一样的 post只不过是我们把这个 分析的信息 这个infor放到这个post 这个速度里面去 就这个速度里面去 保存一下 其实经过这么一写呢 无论是通过app.ruth来注册 还是通过get来注册 还是通过post来注册 我们都把这个事情交给这个register这个 这个函数来处理 它会处理pass 然后我们弹pass之后 货码所有的中间键都放到这个stack里面来 然后我们再去把这个信息获取完之后 放入指定的一个数组中 对吧 当然我们这只有get和post 你像这个attp协议里面 它还有好多比如说post的方法 可能还有什么patch的方法 对吧 等等这些 可能还有什么delete的方法 这些呢 我们平常的系统中不是特别常用 所以说如果需要的话 你就在这扩展吧 在这扩展之后 你就在这个方法中 也去做扩展就行了 你像express 它肯定是支持所有的方法的 但是我们这只是为了 演示它的一个中间键的原理 所以说我们没必要把stack的方法都写上 只需要把get和post搞明白了 那其他的方法都是一个道理 所以说没必要全写上 好 我们先保存一下 OK 保存一下完了之后呢 我们接着去写这个lacing函数 lacing函数 我们看一下lacing函数 它可能会传入好多个参数 对吧 它可能传入这个3000 3000 然后这个端口 然后可能还传入一个cowback 是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呢 我们解构一下这个 Argus 解构一下这个Argus 然后呢 通过attp.create server 来创建 创建的时候呢 我们要传入一个函数 对吧 我们要传入一个函数 然后这个函数呢 我们可以在这定义 叫callback 这个我们先不写 然后this.callback 把这个函数给它写进去 那这个callback这个函数 最终返回它是个什么 肯定是request response 然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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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create server 里面要传入这么一个函数 这个callback的机制跟什么呢 跟我们在之前这个block1里面 我们写这个 bin里面 有个3w.js 这个地方大家看 attp.create server 也是一个server handle 对吧 server handle 其实就是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callback这个机制 对吧 好 我们先关掉它 OK 然后 建立server之后 这个server要去监听 对吧 server要监听 server.listen 然后把我们之前 解构的这个 调用 就是解构的 调用listen的这个参数 给它转连来就行了 这样的话就看起来像什么 但这个server.listen 我们之前在讲 node.js基础的时候讲过 我们这就不再追溯了 这样看起来就是说 我在这儿调app.listen的时候 我传入的信息 传入的参数 和我去直接使用listen.js 直接执行这个server.listen 传入的参数 是完全一致的 对吧 参数直接透传 就是完全一致的 就直接去透明的 所以说这种方式 就比较好用 你没有自己定义 自己的标准 而是用了listen.js 本身自己的标准 本身它自在的标准 那这样的话 就会比较好用一些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去 看一下callback callback该怎么去用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觉得我们要定一个 什么 就response.json的一个方法 我先写完 json是一个函数 然后里面传入data data是一个data格式 对吧 然后我们就执行什么呢 首先response.setheader setheader 然后contenttype type是什么 是application json 然后接着写 response.end 这里面 json.strangify data 好 这是什么用意呢 这个response.json 这个地方 我们是在expression常用的 像这种形式的 然后它直接 传入data函数 如果是我们不定义 这个data函数的话 这个data函数的话 它nota.json本身是没有的 这儿会报错的 所以说我们必须 把这个response.json 定义一下 然后这里面传入的 肯定是个json对象 是吧 然后我们要返回 这个json格式 所以说我们要 把这个contenttype 这个头给设置一下 然后最后我们通过 response.end 然后把它解写成 自乎串去返回 这是对response的 一个json函数的 一个定义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去 获取这个request的url 然后我们还要去 获取method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 我们先写完吧 request.messd.to url case 就换成小写了 这样看起来 比较方便一些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 便利中间键 看到哪些中间键 需要访问 哪些中间键 不需要访问 我们是通过url 和这个method 去做的这个区分 对吧 OK 现在再继续 有了这两个之后呢 我们说过 通过url和messd 去区分哪些需要访问 哪些不需要访问 是吧 所以说最终 我们得到一个结果 需要访问的一个结果 我们这样 暂且叫 request list 就是通过url和messd 我们可以区分出 我们所有注写的中间键 里面 哪些需要访问 哪些不需要访问 比如说 就拿这个例子来说 我们如果访问的是 用get请求 用get请求访问的是 这个api getcookie 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 像这个注写的中间键 我们就不需要去访问 对吧 但是我们要区分出来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 一个函数去区分出来 我们这个函数 就定义为match 定义为match match呢 可以写在cobac上面 match一个函数 然后这个match 需要传入什么 需要传入这个 messd和url 那参数呢 我们这也写一下 就定义一个match函数 需要传入messd和url 所以说我们就 调用这个match函数 然后传入messd和url 然后最终有了 这个结果之后呢 接下来的事情 我们带定 我们带写 我们先去把这个match函数 给写完 好 match函数呢 我们先定一个什么呢 我们先定一个stack 这个stack呢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要返回的这个 resout list 然后if uil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favor icon 第二 叫ico 如果是这个的话 我们说过这个是浏览器 它自己主动发送的一个请求 就是发送完之后干什么呢 就是这个 像这个淘宝 npm 大家看上面有一个 n的一个标志 对吧 这个小图标 这个小图标是个图片 浏览器自规自己发 发完之后 把它显示到这儿来 但是 我们当前的这个 需要不用管它 就是遇到这种情况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就直接去 返回这个stack就行 就返回一个空就行 就是忽略这种情况 然后呢 我们再去 获取 获取入司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之前通过 use guest post 分别将 我们先折列一下 这个relist 分别将信息 存入了这个 all guest和post 这里面来的 对吧 分别将信息 存入这里面来了 然后 我们也要把 这几个信息 汇集起来 我们看看怎么弄 首先 我们要定义这个 叫current rout 封成一个新的 一个书组 然后currentrout 等于什么呢 等于 currentrout concate 拼接一下 this.rout 这个.out 里面是通过 ifu.use 就通过这个 来去注册 放进去的 是吧 那我们这个时候 应该无条件的 去把它加进来 因为这个通过 use注册的这个信息 我们都需要 对吧 不管是get 还是post 这个通过 use注册的这个中间点 我们都需要 然后接下来呢 currentrout 复制成currentrout concate 然后this.rout 我们到底是需要 get还是post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 message给它 传进去就行 也就是说通过 这种方式 如果message是个get 那我们就需要 获取这个rout get 如果message是个post 我们就需要 获取rout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个方法去 把这个rout 这里面 这个get或者post 这个数字 给它获取出来 OK 那再往下 我们有了这个currentrout之后 就是获取了 把这个offget 或者说offpost 这两个数字 拼接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 做一个便利 concate一个便利 便利完之后呢 便利的时候呢 先把这个函数写了 便利的时候呢 我们就通过这个 pass来去 限制就行了 因为message的限制 我们已经加了 对吧 我们接下来 就通过这个pass 或url的限制就行了 就ifurl.indexof indexof routesinfer.pass 等于0 然后 stack 复制成 stack.concate 然后routesinfer.stack 最后我们 returnstack 好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地方 从这儿没问题 到这儿应该也没问题 到这个便利 这个写法也没问题 那这一行 如果当前的这个url indexof 这个roost.pass 等于0的话 说明什么情况呢 就是比如说 当前的url是什么呢 比如说是什么 api get cookie 这个时候 写 rootinfer.pass 等于什么呢 它有可能等于 等于一个game rule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收过 在release里面收过 如果是用用书字方法 注册的第一个参数 它如果不是stack的话 我们会把这个infer.pass 复制成game rule 对吧 所以说 像这种情况 比如访问的是这个路由 然后解释的这个infer.pass 正好是game rule呢 那肯定是符合这个需求的 这是一种条件 比如说另外一种情况 如果当前这个路由是这个 如果这个infer.pass 等于什么呢 等于比如说等于api 对吧 它等于api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我们在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么用 这个地方这么用 以及在这个地方这么用 是吧 都是这样的吧 如果是这种情况 那它也是符合这个if条件 对吧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直接就是完全选择 就是我这儿列了几种情况 都是符合这个if条件的 就是url如果是这个的话 你像我们这个game rule 还有game rule下面api 还有直接是apigetcookie 这个它都是符合这个条件的 所以说 我们是通过当前的url 来去看一下 rootinfer里面的这个pass 就是当前的路径 是不是符合当前的url 或者说符合当前url的一个game路径 或者副路径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rootinfer的这个stack 给它放到这个当前的这个stack中来 rootinfer这个stack 它可能是一个数组 就是它是一个数组 里面可能有一个元素 也可能有n个元素 比如说我们直接去这么去注册的话 它就是一个元素 对吧 比如像这个有logincheck的话 它这个stack里面 它就有两个元素 因为它有两个中间键 rootinfer的这个stack是在什么地方 是在这个 也是在relitter里面 在这个地方去获取的 对吧 OK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相对于把match给写完了 把match给写完了 match写完之后呢 我们 反过这个stack 就是当前已经匹配好的 这个图年键的一个列表 然后我们result list也有了 对吧 然后result list也有了之后 我们要干嘛呢 我们要 再去执行一个函数 叫handler的一个函数 handler函数呢 我们需要传入request response和这个result list 我们先定义一下这个handler函数 request response 这个result list呢 其实也是一个stack 对吧 它都是一个数组 都是一个站的形式 都是一个数组 然后 这个里面 这个handler是干嘛的呢 这个handler是执行 在这里面就是一个 核心的 next 机制 我们说过 这个地方这个next 怎么往下 next怎么往下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是吧 所以说我们要通过 一个单独函数 去写一下这个next 怎么去往下继续执行呢 看一下怎么去写 首先 我们这定一个叫next的一个 函数 然后定义完之后 我们立马执行 看清楚了吗 我们定一个函数 叫next 然后我们接下来 立马执行这个函数 然后这个next里面 有什么呢 首先 我们要拿到第一个 匹配的中间键 那我们就叫 madeware了 通过怎么拿呢 如果stack是个数组 对吧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stack.shift 去拿到 好 通过stack.shift 把第一个中间取出来 放到这来 然后就可以立马执行了 对吧 当然要判断一下 if mediaware 如果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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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去执行这个mediaware mediaware去 大家看 都执行到mediaware 它参数 大家就很明白了 对吧 我们说过 中间键的参数是什么 是request response 和next 对吧 这个next可能会继续在执行 是吧 然后所以说 执行这个中间键的时候 到这一步就是 执行中间键函数 这个时候我们要把request 传进去 把response传进去 这个next是什么呢 这个next 其实就是当前的这个定义的next函数 所以我们把这个next给它传进去就好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 假如说我们这个领域到的例子 获取了是三个中间键 然后我们拿了三个中间键 去执行这个handler这个函数 然后这个是handler拿到request response 还有这个三个中间键 比如说这个数字中有三个元素 每个元素都是一个中间键 对吧 然后我们立马定一个那个函数 并且立马去执行 执行的时候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把第一个中间键拿出来 我们现在有三个中间键 对吧 ABC三个中间键 我们先把A拿出来 先把A拿出来 然后判断A有值的话 我们就去执行A 执行A的时候需要传入request response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再把next的函数传进去 对吧 这个时候把next函数传进去 然后A其实就执行完了 A其实就执行完了 比如说A就是 打个比方 A就是这个 A就执行完了 那A A执行的时候 它里面如果写了要执行next 如果要写了执行next 那它会再去执行 这个函数对吧 这样的话 它就会拿到什么 拿到一个 通过这个stack.shift 拿到二 拿到第二个 就是B 看到第二个 如果有的话 去执行第二个 然后同样的穿上next 然后执行第二个 就到了 比如说到了这个里面 到这个里面来 然后 执行的时候 如果它这个里面写了这个next的执行 那就会执行到这儿来 对吧 执行到这儿来 然后就会通过stack的shift 拿到什么 第三个 C 对吧 通过C来执行 通过C来执行 如果判断C 然后再去执行 把这个next给它放进去 对不对 这就跑一下了 比如说再往下执行这个 对吧 当然它在执行next 那它就没有了 没有的话 如果这个里面拿不到 拿不到 它就判断没有 它不会走这个f语区 它就不会执行了 就结束了 OK 我们保存一下 好 那到这儿来 其实就是 大家看一共103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 express实验中间间的这个逻辑 都已经写完了 我们整体回顾一下吧 我们把这个函数盖值的折一下 整体回顾一下 回顾完之后 我们等会儿 再专门开一个小节去测试 我们这一节先去写代码 整体回顾一下 我们就从过这个实例来看 我们说我们需要实验的函数是什么 是use get post 还有这个listen 对吧 然后我们先不管listen 我们先看这个use post 和get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定一个什么 我们要定一个like express的一个class 那class里面呢 我们先定好几个 要存放中间间里面的一个变量 就是all里面 我们要存放什么呢 all里面我们要存放这个 app.use 它是怎么传入的中间间 然后get 要存放app的get 它里面传入的中间间 post呢 要存放app的 它里面传入的中间间 好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再去定义这个 u子 get 和post 这三个函数 然后这三个函数 因为它都是住它中间的函数 所以说 我们统一把它放在这个 reductor这个函数中处理 处理完之后 这个结果呢 这个结果返回之后 我们把它分别存到不同的数字 就是这个all get和post的这个数字中 然后我们看reductor 怎么实现 这里面主要就判断第一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如果是周章形式 那就说明它显示的传入了一个路由 对吧 然后我们就把路由给它拿出来 如果它第一个参数不是这个strain类型的 它就是它没有显示传入一个路由 所以说它的路由是什么 我们默认是个g路由 对吧 我们默认是个g路由 好 判断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再把其他的参数 也就是说其他的参数就是中间键嘛 对吧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去把它放在这个infor 叫stack的路 所以说最后这个infor这个对象呢 它里面肯定是有包含这个pass的属性 和stack的属性 最后返回 但这个stack是个数字 好 reductor就讲完了 再往下就从这个listen开始讲 listen开始讲 其实这个listen这个方法没有什么难理解的 就是一个create server 创建一个server的一个对象 然后去监听就好了 然后这里面呢就是create server 要去增加一个互料函数 对吧 所以说就把这个listen callback 给它用过来 listen callback 给它返回一个互料函数 正好这个返回的互料函数 会放在这个地方来 然后根据create 我们的函数 要有request response 这两个参数 对吧 然后我们这儿还要定义 定义一下这个response 叫decent 因为我们原生里面 它没有这个response 叫decent这个函数 所以我们要自己定义一下 然后这里面set header 然后把设置类型 以及它最后返回的一个四复串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像 像express一样 直接去response 叫decent一个对象了 好 那再接下来就是 获取url 获取messor 然后获取url 获取messor之后呢 我们要通过这两个去match 就相当于去匹配一个 我们可用的一个中间列表 对吧 然后就突然在这个match这个函数中了 match这个函数呢就是 首先我们要根据这个 roost.on 或者说roost.get 或者post 先把这个可用的中间列找出来 找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通过这个路由的判断 把它需要匹匹的找出来 找出来之后 我们一块存入stack中 这样的话 这个 通过这个match函数 我们通过match和通过url 通过路由 就能把 我们虽然注册了很多中间件 但是这些中间件呢 有些是有用 有些是没有用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把永远的给匹配出来 匹配出来之后呢 就回到它的意思里面了 然后我们就去执行 对吧 执行的时候需要设计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处理这个next的这个机制 我们就通过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式 就是 定个next函数 然后这个next函数里面呢 每次执行next函数呢 都会获取 当前第一个这个中间件 好 然后去执行这个中间件 另外执行的时候呢 再把这个next函数传进去 看它是不是在执行 获取第二个中间件 OK 大家应该大体明白了吧 反正代码也不多 逻辑上呢 我感觉还比较清晰啊 就是你如果看着乱的话呢 那你证明是 第一个 你可能对中间件的这个应用上 可能还不够理解 就是你先确定一下这一点 如果你中间件用的手很溜了 那这是第一个基础条件 第二个基础条件就是说 你可能编程经验上 没有那么多 所以说 这个地方本来它 毕竟它是绕过来绕过去的 不是那么 就是像我们像写个简单的函数一样 从第一行一直解释到第一百行 就顺序执行的 所以说 这个就看起来可能会有点绕 我觉得通过这种拆分方式啊 我觉得还好啊 还是比较容易理解 所以说 你如果听第一遍 不是很明白的话 我建议你再听第二遍 然后一定要自己跟着去写一遍 一定要自己跟着去写一遍 甚至是说 我写完之后 你再把视频关掉 你自己能 算是默写吧 就是不看到任何资料 你自己能写下来 到这个程度 基本上你就能理解了 这里面其实没有一句废话 这里面的每一号代码 都要明白是什么意思 没有一句废话 OK 那写完之后呢 我们等会就来做个简单的演示 把这个东西呢 我们看能不能简单的跑起来 我们不要求说他每个细节都那么到位 但是至少基本的这个逻辑 我们应该是支持 我们不就吃不专门 知道 ma 我们平静 我们到 Property 如果大家更开放 我们吧